走 史莱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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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莱 這麼年輕嗎 他們是史萊克的正學隊員嗎 快看 這不是史萊克學院預備隊嗎 節目戰只派預備隊出場 背面太瞧不起人了吧 這可是淘汰賽 這是史萊克的光輝唐人的榮耀 這一場我們不但要贏 而且要贏得漂亮 要打出屬於我們史萊克學院的光輝 羽浩 拜託你了 稍後大家聽我安排站位 第一輪淘汰賽 還戰天靈學院 對陣史萊克學院 比賽開始 列車 經點了三二一陣型 攻防兼備 看來天靈高級魂師學院 並不打算束手待斃 這是什麼陣型 炸著 新兵 你的用力 驚人 Ideally 知vida 太瞧不起人了 大家 開五魂 十 十万年红环 两个十万年红环 三个十万年红环 怎么回事 这就受不了了 还没完呢 六个怎么可能 这 车 五个 五个啦 快看 五个啦 六个 六个十万年红环 六个十万年红环 这是何等的妖孽 王女真情 等的就是你的巨龙刀一起 太终了 妖孽 王女之路 王女之路 宋 宋长 史莱克学院代表队 请记住 我来自史莱克学院 也来自 唐能子 史莱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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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手太狠了 史莱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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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手下留情了 史莱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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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他们没人能活着走下比赛台 其他队的比赛 还要不要看 没兴趣 救命啊 谁来救命啊 场主就被他摔破了 为什么第一场就遇到史莱克 二年级升级考核不是在斗兽场吗 为什么要我们来斗魂场集合 斗魂场场地功能切换 在场人员请于平台中央集合 这就是斗兽场吗 好大 好宏伟 你们看 黄色旗帜的铁闸里 关的都是百年魂胜 千年魂胜 关在紫色旗帜的铁闸里 据说 我们学院还养了几头万年魂胜 周老师说过 升级考核就在这里进行 我们需要和这些魂兽对战 和年份越高的魂兽战斗 并取得胜利 我们的分数也就越高 就凭你的十年魂魂吗 来 你看那个 戴华斌 你昨天说的话还算数吗 我戴华斌说的话 从来没有不算数的时候 好 刚好可以让在场的人都做个见证 我知道 我们双方三人升级考核 积分相加 哪一方低 就向对方磕头认错 磕头认错 考核完了 我就在这里等着 既然你想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脸 那我就成全你 好 周老师 那个人长得好生奇特 他 他是谁啊 他是斗兽场的负责人 龚长龙 人称兽王 是九十二级的封号斗龙 封号斗龙 封号斗龙 兽王脾气古怪 这回恐怕是一时兴起 就跑来做你们升级考核的监考老师了 去吧 宇昊 你第一个上场 有一班先派出考核学员 二班的考核学员准备 老师好 嗯 他是怎么在八个月内 就成为二级昏导师的 这个孩子究竟有什么秘密 魂兽有一百年到一千年的 啊 我选一百年魂兽 胆小鬼 选最低线尾的一百年魂兽 凭这还想赢过我们 不对劲 他想搞什么鬼 海兽龙 海兽龙 大多数一年级学生 都没有独自与魂兽战斗的经历 尽管这只是一套一百年魂兽 一位的风铃王 可这一出场 就让这些学生 见识到了他的速度之快 而且 速度真是他的能力之一 第二回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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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十万年魂 十万年兵力吸引我 不对 应该是个有趣的技能 啊 啊 羽昂 羽昂 是怎么让冰冰鞋 散发出十万年回收气息的 三者竟然有这样的大招 他还真是冲人烈啊 钱多多真的狂我了 这小子 你不是想让那个小子给你磕头认错吗 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你用你的灵谋第二魂技模拟 抢自己的魂魂 模拟成一头十万亿色 吓探这些低等级的魂兽们 无战而屈人之兵 十万年魂魂也能模拟 第二魂技模拟 通过精神波动扭曲空间 将自身模拟成各种形态 绝以改变魂魂颜色 也是魂魂技能的一种附加能力 就算是一般封号的魔 也变不出来 我们冰藏一族 站立一下 要不是靠 可是靠这一手绝火保命 怎么在击被绝地混 当初你就是靠这一招 模拟出血雨气息的吧 连我都被骗了 糟了 天空哥 你可害惨我了 这家伙看起来就不好转 这小子的十万年魂魂 把斗兽厂里的魂兽全下滩了 那些魂兽没有个两天都缓不过来 今天没法考核了 嗯 您情况特殊 一年级的升级考核 今天不再进行 这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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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可能 怎么可能 这不是真的 你跟我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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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